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下午好 刚才有一点塞车 也说我来这边会 原始 刚刚好时间 刚刚好来到这边四点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叫做吃恩 感恩以及报恩 你们知道佛陀指定说 在这个世间有两种人是最难得的 你们知道哪两种人吗 谁知道记手一下 后面那位居士 听不到 真正佛陀说 世间上有两种人 是最难得 第一种人 是他没有条件 为我们做出牺牲与奉献的人 是最难得 没有任何的条件下 却先为我们做出牺牲与奉献 这种人是谁呀 我们的父母亲 那第二种 第二种难得的人 就是受了这个恩惠了之后 他知恩感恩 更懂得报恩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最难得的两种人 其实我们的父母亲 是第一种最难得的人 大家想想是不是 我们一出生的父母亲 就没有条件为我们做出一切的牺牲与奉献 不管你将来成长的过程会怎样 你是白痴或是怎样 他都照样把你抚养长大 没有条件之下 把我们抚养长大 所以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是很大 大家想想 特别是母亲 我回忆 我小时候 师父这个年纪 那个年代 我小时候 几乎每个家庭都不是很好过的 那个时候经济都不好 所以我是来自 生活在一个小乡村 我的爸爸小时候是一个姨父 我的妈妈呢 我的妈妈呢 协助我爸爸维持这个 圣经 我们妈 种菜 为生 但是小时候的家庭的经济不是很好 爸爸 爸爸虽然捕鱼 但是每次就是捕不到鱼 别人出海去捕鱼 别人出海去捕鱼 捕了满载而归 所以我爸爸每次出去捕鱼呢 就是两手空空 所以这个生活并不好过 要靠母亲呢 在家里呢 以前的原地比较容易获得 种菜来补贴这个家用 我记得 我们有十个兄弟姐妹 以前的人呢 子女比较多 大家想想 经济不好要养活 十个兄弟姐妹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记得 我们十个兄弟姐妹 因为条件 经济条件不好 照顾不充 死掉了四个 剩下六个 我记得 我记得 我妈妈 领盆的时候 要生产的时候 她跟我跟我哥哥讲 你们两位 你们两位啊 出去 这个市场呢 去买东西吃 我的小时候 两毛钱的价值是很大的 当我妈妈 要生产的时候 她拿了两毛钱 给我跟我哥哥 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要这么快回来啊 下午再回来 我们 我们从来没有拿到两毛钱 这么大 两毛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哦 我小时候 两毛钱可以买到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跟我哥哥呢 两个人出去 想要吃什么东西就买来吃 直到下午才回家 回了家呢 我发现到摇篮一个婴孩 我不知道那个婴孩是哪里来的 因为小时候 那个时候 我最多是三岁吧 三岁这样 而且我问我妈妈 这个我们是操作人的 我们小孩子叫欧儿 欧儿哪里来的 她说 妈妈在那个原地 人家丢在那个原地 抱回来的 哇 听了极高兴啊 一个婴儿捡回来的 多么高兴啊 她就一直摇摇摇 我记得 我妈妈生我妹妹的 第二天啊 因为我们贫穷啊 她没有作业的 你明白了 今天 生我妹妹啊 第二天呢 也要照样去工作 因为我们的生活呢 是一天过一天的 一天都不能够停啊 一天停下来就没有饭吃 所以第二天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 对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早上她就起来了 带着我 去拔了菜 洗了菜 那一拔一拔的绑起来 然后 然后 又带着我 然后 又带着我 马来港公区 一夫一家 每一夫啊 去售卖这个菜 以前的 菜啊 一把菜只有五分钱 好的菜呢 一毛钱 我们 就是每一家 每一夫啊 去售卖这个 菜 给那些 Kampong的马来人 我记得每一天 我们都可以得到 快多两块钱的收入 我们就是靠这个 快多两块钱 来维持整个家 一家 十二口 啊 那个时候 不简单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 每次我妈妈 带我出去卖菜 卖完了菜了之后 总是会带我去 印度店的 吃Roti Prata 吃完了Roti Prata 才会加 我记得很清楚 以前Roti Prata 一个五分钱 那 一杯奶茶也是五分钱 一个人一毛钱 两个人呢 两毛钱 就过了一个早餐 我的妈妈就是这样 很辛苦呢 把我们 补养大 直到 我 十三岁的时候 我爸爸 改行 去市场 当市场的工人 但是 一年呢 就在那边 意外 当人家 抱石头的时候 那个工头 那个工头 吩咐下来 三下的所谓的 人工 却不要离开 那个地方 包括我爸爸 包括我爸爸 都全部离开 那个地方 但是 当他的 药要抱的时候 我爸爸 忽然间想到 一对本鸡 也许你们 知道本鸡 本鸡是挑 到那个石头的 那个 空去 他想到 那一个 那一对本鸡 没有拿回来 就冲出去 要去拿 他的同事们 一直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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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说 很危险 不可以出去 很危险 石头要抱了 他好像提不到 就冲 向前面 去要抢回 那一对本鸡 到那个地点 上面 石头爆了 石头打下来 我爸爸就被 这个石头击撞 当场倒在那边 后来 他的同事跟我们讲 当我爸爸 倒下去的时候 他跟他的同事讲 这一次我一定死 这一次我一定死 真的 送去中央医院 半路 就去死了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的生活 不容易过 但是我的妈妈 还是坚持 把我们养大 虽然十个兄弟当中 死掉了 死掉四个 他还是默默的 摇紧牙根 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养他 我小时候 记得我妈妈 她是一个很孝顺的 女儿 每年 每年我外公的都会来到我们的家里 我记得我外公 虽然 他 生育了六个子女 四个男的 两个女的 我妈妈是最大 但是四个男的都娶了媳妇 但是 这些媳妇呢 跟我公公呢 跟我的外公呢 都合不来 所以我的外公呢 每次 每年呢 都会有一段时间呢 到我们家里来 一来呢 就是住了好几个月 三四个月这样 但是以前的人 这个观念很重 女儿嫁出去了 身为夫妻的 要靠自己的儿子 不可以去靠女儿 但是我的外公呢 就是跟 他的媳妇们 不合 所以活的也是很苦 所以每年呢 一段时间 都会来我妈妈的家里 然后呢 住下来 虽然我们的经济不是很好 每次我公公来 我妈妈都是很高兴 看到爸爸来呢 很高兴的照顾他 我小时候那个时候 我大概是 都一年级吧 七岁 我记得我外公来我的家的时候 每天早上我的妈妈 很早就起上了 五点多 他就会断了那个 一面盆的水跟面筋 牙膏牙刷 到他睡的地方 就叫醒我外公 我是早做人 他叫爸爸叫阿爹阿爹阿爹 起来起来 起来洗脸刷牙 然后可以喝咖啡了 我记得他每天都是这样 早早就拿了水了 准备了牙膏牙刷 洗脸 面筋 肥皂 拿到床头 给他起来洗脸刷牙 然后呢 知道我公公最喜欢喝的 饮品 你们知道以前 没有买楼 是欧巴丁 欧巴丁是很贵的 明白吗 有钱人才可以喝欧巴丁 但是我妈妈呢 想到我外公 怎样穷呢 她还是 买了欧巴丁 来给她的爸爸吃 给我外公吃 每次呢 就是 洗好了脸了之后呢 就 泡了一杯欧巴丁 然后那个嚼嚼饼 你们记得吗 嚼嚼饼现在还有哦 以前是 嚼嚼饼 要吃到嚼嚼饼 不容易的 我那个时代 除非你病了 住医院的 才有人买嚼嚼饼 来给你吃 平时都很难 吃到嚼嚼饼 但是我妈妈 很孝顺 外公 所以 怎样贵啊 他都去买了 来知道他喜欢 所以 所以就抛 这个麦楼 拿了几片嚼嚼饼 来给他吃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的外公呢 已经是八十岁了 年纪很大了 他每次来啊 他每次来啊 住了几个月 要走的时候 他总是流着眼泪 跟我妈妈说 我们操作人 我们操作人 叫 儿子或是女儿 叫阿诺啊 他叫 女儿 假如你是男的就好 可可惜你不是男的 假如你是男的 我就不用搬来搬去 我就住在这边就可以 虽然我们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我妈妈很孝顺我外公 所以他在我们家里住 住的很愉快 我记得 我妈 我妈妈知道我外公 喜欢吃什么 每次都会去买 我外公呢 人老 我们讲 人年纪一老 就反同了 变成像小孩子 我的外公呢 最喜欢吃 以前那个最流行的那个零食 我小时候最流行的那个零食 就是 鱿鱼 那个鱿鱼碎 加糖 不知道你们还有印象 你像我这样的年纪的 Uncle 我相信都很清楚 那些鱿鱼去装装了 那个头啊 或是那些碎啊 放糖啊 染上这个颜色 是红色的 我外公呢 吃老像小孩子这样的 喜欢吃这个零食 我妈妈就知道 她喜欢吃这个零食 每一次上街呢 都会买这个零食回来 她最喜欢的零食给她吃 然后我公公最喜欢吃那个肉圆 煮 煮子太汤了 我妈妈就每一次 多那个肉圆呢 煮那个汤给她吃 她要吃什么就 买给她吃 我公公呢 最喜欢看武侠小说 以前没有什么 一乐的 不像现在有电话 你们可以上网 以前没有的 她老人家呢 八十岁啊 她还不用戴眼镜 她还可以看那个小说 最喜欢看那个小说 我妈妈知道她喜欢看小说 就去到处去跟人家借那个小说 来给她读 给她消遣 所以她住在我们家里很开心 还每次跟我们玩呢 我们小时候啊 我记得我们很清楚 一次啊 我公公拿了一只钱子 知道钱子吗 我们 把那个 要把铁钉 那个要把它拔出来 那个叫钱子 要算那个螺丝 那个叫钱子 明白吗 她每次来跟我们玩 我们小时候啊 我小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大概是七八岁 我妹妹啊 小我两岁 我哥哥 我哥哥 我们三个人呢 在一起 大的已经出去外面工作了 她每次就是 来个门 来来来 外公跟你们拔牙 跟你们拔牙 看看谁有蛀牙要来拔 我们看到钱子我们就最怕 小时候拔牙就是最怕那个钱子 看到拔牙 那个牙医啊 拿着那个钱子 拔那个牙 我们看到都很害怕 他就是 故意跟你玩的 拿那个钱子追钱最后 追钱最后 追到我们没有地方躲 躲在那个角落 他还做事要去拉我们出来 哇我们一急就骂他 骂他出话了 被我妈妈听到 被我妈妈修理了一顿 老人家跟你玩的 怎么你可以骂出话 怎么可以骂出话 不可以的 老人家不可以骂 不可以骂老人家 要尊重老人家 我记得我公公在我家里住的时候 每天呢 我们煮好了饭 我妈妈煮好了饭 就叫我们 兄弟姐妹来开饭了 来咬饭了 我们就会 拿碗来咬饭 准备筷子 准备汤匙 喂牌好好 然后菜一煮好呢 就上座了 我的妈妈就跟我们讲 来 去叫阿公来吃饭了 阿公吃饭阿公吃饭 我的外公就出来坐下来 我们就全部坐上去 当我外公还没有动手的时候 我们就先动手 哇看到好吃的东西先动手 我妈妈那个五早上的就 大人还没有动手 大人还没有动手 你们小孩子就动手 没有礼貌啊你们 哪里可以吃饭 要先给大人先动手 吃饭之前 要先叫阿公家 阿爸家 阿玛家 然后才可以吃的 没有叫他们吃饭阿 你是不可以吃的 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妈妈 虽然她读书很少 但是家教很好 明白 懂得尊老尽贤 我们在小小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妈妈怎样教育我们 我们只有添饭给大人吃 不是等大人添饭给我们孩子吃 现在社会颠倒了 现在做子女的 添饭给爸爸妈妈了 要等爸爸妈妈添饭到你面前的家 家家 社会真的是颠倒了 对吗 以前我们要添饭添好好的 筷子摆好好的 汤汁摆好好的 然后就请大人来坐 坐下来 他动手了之后我们可以再吃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家教 这个人叫做懂得尊重我们的长辈 我妈妈虽然受教育 不多 认识也不很多 但是这个家教她很注重 我们以前没有什么愚乐的 小时候我们的愚乐就是抓钢西猫 现在年轻人听不懂了 什么叫干西猫 安哥你听懂吗 玩那个孩子的游戏去抓那个 好像干西猫 我爱叫什么 干西猫 那个蜘蛛小小只 他会打架的咯 整天就玩那些 跳那个ballon 玩这些游戏而已 小时候没有其他愚乐就是玩这些 我们小时候很单纯的 我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 我们一群小孩子 遇到下雨的时候 我们最高兴 拖光光 不管是男或是女 跳进那个小河里面 游泳 在那边洗澡 洗澡每个人都很开心 我记得我妈妈小时候 我们没有什么愚乐 我爸爸去捕鱼 我妈妈晚上 就点了一盏煤油灯 以前没有这个电灯的 每家每户都是点煤油灯的 那些比较有钱的有大光灯 知道大光灯吗 那些油灯要放那个火水 然后来蹦蹦蹦蹦 很亮的 那个他是有钱人才能够点的 我们平时都是点那个煤油灯 我记得每天晚上 我妈妈就点了一盏煤油灯 我们兄弟姐妹就围一个圈 围一个圈叫什么 等妈妈讲故事 我们的小时候的愚乐 最胖胖就是那个每天晚上 听妈妈讲故事 妈妈知识有限了 一年里面那几个故事是讲来翻来翻去 翻来翻去 总是那几个故事 一直重复了又重复 但是我们不觉得厌倦 他怎样重复都好 我们都听到津津有味 因为以前他讲的故事就是讲 以前那些奸臣害忠臣到最后 奸臣受到报应 怎样怎样 也是讲到观光 也是讲到月飞 我们听的都是精精有味 小小小我们就被观输 上有上报 恶有恶报 我妈妈常常跟我讲 天啊 你要注意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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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做切得的东西啊 做切得的东西啊 没有路走啊 每天都讲这些道德 关注给我们 我们小小就一直吸收这些资讯 我们在长大的时候 知道要讲孝顺父母 要讲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不可以做坏事情 坏事情有他的果报了 所以啊 这个我都记得很深刻 但是我妈妈呢 就是因为 每次啊 生产了之后没有作业 没有保养 就是 没有照顾这个身体 一直去做工 后来到了四十多岁 我妈妈就犯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风湿病很严重 走啊都有问题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长大了 我哥哥他们长大了出去工作了 我还在读书 然后呢 妈妈每次呢 脚痛啊 我们都是要帮她查油 这些 其实我妈妈从四十多岁就一直病 病到七十多岁 我们小时候没有能力照顾她 后来我读完了中学 以前能够读完中学的人也没有几个 我们兄弟姐妹啊 当中只有我一个比较会读书 其他都是读了三四年级 所以就辍学了 就出去找工作做 只有我一个比较会读书 所以怎样辛苦我妈妈都提供我去读书 读到丰富 我们就要带 毕业出来去做工 出来做工了之后呢 知道妈妈对我们的恩惠 我们就 兄弟姐妹都很照顾她了 那个时候 当我妈妈五十多岁的时候 行动就常常有问题 我们每年甘榜里面有做大戏 我们是潮州人 那边是 住了很多潮州人 就做潮州大戏 我知道妈妈最喜欢看潮州大戏 年轻到她 那个时候等六十多岁的时候 都很喜欢看潮州戏 一做那个大戏的时候 我们就讲 妈做大戏了 做大戏了来去看大戏 来去看大戏 她那个时候不能够走了 她说买了 不要看了 我说你不是最喜欢看的吗 她说我都不会走啊 怎样去看 我们背你去看啊 她说不要了 等下人家看她 不好意思 她说不好意思 那个时候她真的是不能够去看 当我们兄弟姐妹经济改善了 真的想带她去这里玩那里玩 她已经不能够随心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所以我回想我妈妈 真的一生里面呢 为我们兄弟姐妹付出很多很多 所以当 后来呢 我大概二十多岁了 我接触了佛教 我对佛教产生很大的那个兴趣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学佛学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创立了一个佛学会 我们一群佛友创立了一个佛学会 是被传的啦 那个时候我就做秘书咯 其他人就有些做主席 有些做委员 有些做财政咯 就搞了一个佛学会 让人家来学佛咯 那那个时候呢 我哥哥他们也结婚了 我跟我哥哥他们住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妈妈病了 我去的 她病的时候 我为了佛学会 也是在忙的 每次常常到佛学会去服务 佛学会去服务 有一天呢 她叫我来床边 阿弟啊 来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打算要出家 年纪虽然大 但是她看着眼内 我每天忙着佛教的工作 她很担心我要出家 真的那个时候 我已经打算要出家 但是不敢跟她讲而已 她跟我讲 你假如出家我自杀 吓到我半死 本来讲 想要出家有这个念头 她这一句话 使得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个时候我想想 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出家的话 她自杀了 那我一世人我都心不安了 对吗 她从小这么辛苦把门抚养大 当她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去去她 抛她而去 这个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其实这条路是 我很想走的一条路 但是我假如是因为我的出家 她不能够接受的话 她真的是自杀的话 我一世人心也不会安 我一定很痛苦很内疚的 所以我就打消这个念头 打消这个念头一拖了就是 七八年了 到我妈妈七十二岁的时候 七十岁的时候她都病到不能够起床了 每天躺在床上躺在床上 那个时候我就叫我嫂嫂过来照顾她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买了屋子 跟妈妈分开住了 但是妈妈病的时候她跟我讲 我妈妈也是跟 媳妇们不适合得很来 她也是来跟我讲 那个时候我一个人住 我买了一间屋子一个人住 她说 我搬过来跟你住可以吗 我听她跟其他媳妇住在一起不开心 我就跟她讲 你即使要来我都接受你来 所以她就搬过来 所以白天我去做工 当我去做工之前 我先煮好了饭 煮好了菜 我一个侄女过来 帮忙照顾她 我的侄女也是在读小学 那个时候我跟她讲 阿嬷假如中午要吃饭了 你就开店 翻锅 弄烧这个饭 然后拿出好的菜给她吃 我妈妈就是在我家里这样住了一段时间 当她七十岁的时候 不能够起床的时候 我就叫我 嫂嫂跟我哥哥搬过来住我的家 然后白天就是由我 嫂嫂照顾她 晚上就是由我照顾她 当她年纪大的时候 七十多岁 不能够起床 大便在床上 小便在床上 我都帮她清理 想到她小时候 为我们牺牲奉献这么多 如果现在她老了 我们也要照顾她 我们舍不得把她送去老人院 养老院 想想我们十个兄弟姐妹 她为我们十个兄弟姐妹 牺牲奉献了这么多 当她老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舍得把她送去养老院 老人院 对吗 因为她从年轻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孝顺了她的夫妻 给我们看 她老的时候 我们怎样舍得把她送去老人院 养老院 绝对没有这个念头 所以我就照顾她 照顾她 照顾到她 七十二岁 那一年她去世 那一年她去世了之后 第二年我就出了家 直到现在了 所以我回想 父母对我们付出的奉献 的确是很大 你们现在有持有你的 你们对孩子的付出与奉献 你去想想 在一时就要方方面面 为她做出了这么多的奉献 你说这个恩德大不大 你现在也不要忘记 当你在照顾你的侄女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曾经这样照顾你的 人 那就是你的爸爸 跟妈妈 知道吗 但是现在很多人 已经这个知恩感恩的 这种心 已经开始慢慢的没有了 道德慢慢的败坏了 我们不知道 父母亲对我们做出的奉献 你现在你想想 你在照顾你的孩子 从他出生 到他长大 到他上学 当他受完了 他中学的教育 或是大学的教育 你在他身上要花了多少年 多少年 一个人你要花在他身上最少二十出年 那假如你有三个孩子就好 要花多少年 所以真正讲起来 我们的父母亲 对我们的恩德是很大很大 就像你现在啊 你这么疼你的子女 你有没有想过 以前你的爸爸妈妈也是这样疼你 但是我发现社会改变了 道德也慢慢的 被人家负劣了 现在很多人呢 每次啊 都讲很忙很忙 工作很多 当爸爸妈妈老的时候 总是爸爸妈妈送去老人院 养老院 对吗 对吗 这个不是伤你们的心啊 真的我看到很多家庭 现在都是这样 我看了也是觉得很 心痛啊 为什么现在的人呢 这么容易忘恩 你看看呢 爸爸妈妈 当你在小时候啊 他提供 为你提供一切衣食主要 他在你身上 花了多么多的时间 精力 他保护着你 照顾着你 提供你一切所惜 他省事省传省用 来给你 读书 给你完成这个 雪月 当你一长大 你找到工作 你有能力买物质 你就结了婚 就讲 妈 我们要搬出去了 我们要搬出去了 我哥哥曾经跟我说过 我们以前呢 一个人呢 觉得很孤单 找了一个伴侣回来 结了婚了 生了三个子女 子女一个一个的长大 一长大呢 结了婚了就跟爸爸妈妈讲 爸我要搬出去了 妈我要搬出去了 他说一个一个搬出去 一个一个搬出去 从一个人变成很多个 现在呢 从很多个慢慢变成了 越来越少 到最后呢 他说剩下我们两个看门够 我听了这句话 几心酸你知道吗 你看啊 父母亲啊 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之后 孩子长大了之后 不要跟父亲 不要跟母亲住在一起 要自由 离开这个爸爸 离开这个妈妈 去寻找他的天地 你知道爸爸的心 跟妈妈的心里面多么痛苦 虽然他很想留你住下来 但是你的去意很坚决 他也无能为力 只能够眼爸爸看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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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 他跟我讲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看门狗 我们两个人呢 不知道哪一天谁先走 假如太太先走 也是我剩下我一个人孤孤丹丹 我想了 真的 做人知道吗 我想真的 现在的人不像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呢 舍不得老人家 把他送去老人院 养老院 现在很多年轻人 来跟爸爸妈妈讲 爸 妈 你在家里 一个人我们很不放心 我们也出去工作 你在家里 我们放心不下 我找一个地方 那边有很多朋友的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老人院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假如你有亲身去去拜访那些老人院 养老院的人 你们都很清楚 究竟老人院跟养老院的那些老人家 个性都很孤僻的 明白吗 那你的爸爸妈妈送去那边呢 我以前呢 我以前呢 曾经听过我的亲戚这么讲 我怎样穷啊 怎样挨饿 我都不想去老人院 我少吃少穿少用 我都无所谓啊 只要我能够跟我的孩子 跟我的孙子住在一起 看到他我就高兴了 没有给我事也无所谓 你看看啊 当你这样对你爸爸妈妈做出这样的要求的话 他的内心的感受怎么样 他没有办法说不 因为你说你没有办法照顾他 等下 爸等下你跌倒怎么办啊 没有人知道啊 妈你等下跌倒怎么办啊 没有人知道 那边有人照顾比较好 然后你就把他 借着这个 借口呢 把他送去老人院 养老院 我说你假如真的是这样做的话 你是世界上最笨的人 为什么 你的子女在看啊 他们都在看啊 跟你学习啊 阿公阿嬷老了啊 爸爸妈妈就送他去老人院了 将来你老的时候啊 他也会跟你讲啊 爸世界到了啊 你应该去了 你这样说 我不要去了 你以前不是送阿公阿嬷去吗 现在你也应该去了 明白吗 所以大家记得 我们一个人受到人家的恩惠 特别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要知恩感恩 不要忘恩 明白吗 我们人呢 假如懂得知恩感恩 懂得报恩了 才是真咯 我们假如知恩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知恩 不懂得知恩 不懂得感恩 也不懂得报恩 他不可以叫马虎 他不可以叫做人 他更叫做披着人体的动物 明白了 所以大家要牢牢记得 谁为你付出一切 就像你现在为你的子女付出一切 当你的爸妈老去的时候 不要抛弃他 当你的妈妈老的时候 不要嫌弃他 现在的人呢 特别是做媳妇的 不喜欢跟老人家住 不喜欢跟照顾老人 我们常常听过很多子女 埋怨的 人老了很啰嗦的 我们爸爸现在很啰嗦 我的妈妈很啰嗦 跟老人家住在一起很烦 我们不喜欢老人 我们不喜欢老人多啰嗦说 我们不喜欢老人 跟老人一起住 因为跟老人一起住 我们觉得很危险 煮了东西忘记关gas 开了灯忘记关 开了水忘记关 很麻烦了 跟这些老人住在一起很麻烦 但是我们忘记 有一天你也会老 你会老吗 喂 当你老的时候 可能你比你妈妈更啰嗦 更唠叨啊 没办法 你可能比你妈妈更健忘啊 对吧 可能煮东西烧掉 你都还不知道 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做媳妇的 她投诉给我听 我不喜欢跟我婆婆住在一起 我不喜欢跟我的家婆住在一起 跟他们住在一起很麻烦了 又肮脏 又病 常常要病 我们不喜欢跟病人住在一起 嫌弃病人 我们说病人很难照顾 老人很难照顾 老人有痴呆症 拉出了大便 还不要紧拿那个大便来玩 受不了 受不了 最好把她送去老人院 养老院 但是不要忘记 可能有一天 你比她更严重 你痴呆的比她更严重 你拉出的大便 不知是拿来玩的 到处丢啊 对吗 你嫌弃老人家 不喜欢跟老人家住在一起 但是你忘记这件事情 你也有一天也会老的 你嫌弃病人 不喜欢跟病人住在一起 很难照顾 要跟她亲礼分辨 但是你忘记了 你的爸爸妈妈 当你小的时候 他也为你一直亲礼这个分辨 他有怨远吗 没有 所以我在帮我妈妈 清理分辨的时候 我就想到 有人说分辨很臭 我不觉得 是这样 每个人的分辨都是臭的 你不相信 看看自己拉出来的分辨臭吗 我们这个身体 怎样吃进去的东西 怎样香 一经过这个身体 你都是臭的 你不要嫌弃别人的分辨臭 你的分辨也是很臭的 所以我跟我妈妈 清理这个分辨 清理这个尿液的时候 我没有嫌弃 每次呢 甘愿跟她做 我妈妈虽然呢 躺在床上 当她意识清醒的时候 她大了遍 小了遍 我们拿她的夜符要去倒 她说你不要不要不要拿夜符去倒 老人家有这种观念 老人家有这种观念 倒了夜 拿妈妈的夜符去倒 改着探我家 赚不到吃 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我们不相信这一套 这个是应该的 你老人 你不能够起床 你大便 小便 我们跟你清理 我们跟你拿去清洗 无所谓 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记得 我们身为神 对我们最有恩德的 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他曾经为你付出一切 当他老的时候 最希望你照顾他的时候 不要抛弃他 你抛弃他 你正在做最不好的示范 给你的子你看 他们默默在看 当有一天你老的时候 他也会送你去 有些人就说 我们真的不能够照顾他 我们要去做工 我说你可以请一个女佣 或是一个人来照顾他 最低限度 你也是要付一笔钱 把他送去养老院 老人院 为什么你不找一个人 来看负他 让他在家里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将心比心了 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老 一天我们也会病 一天我们也会面对死亡 你很讨厌老人 你很讨厌病人 你更害怕死人 但是你要忘记 你也会经过这个过程 所以大家将心比心 当你要把爸爸妈妈送去老人院的时候 你想想将来你老的时候 当你的孩子要送你去老人院的时候 你的心会怎么 那样的感受 你自己想想 将心比心去想想一下 明白吗 所以我们作为人 佛陀讲 世界上最难得的人 第一就是要 无条件为你做出牺牲与奉献的人 你的爸爸妈妈曾经为你做出牺牲奉献 即使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老人家 他原本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一个百万富翁来的 他生了十个孩子跟十个女儿 后来当孩子跟女儿 家的家 取得取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财产 分给他们 然后就留了一分 然后 他的子女呢 每个人呢 很照顾这个老人家 每个人轮流轮流 照顾这个老人家 他们照顾的目的是为他 他想着他另一半的那个财富 所以每个人都很 照顾他 一直 爸你来我家里住 爸你来我家里住 我们家里养得起 你来我的家里住 来我的家里住 这个老人家就 轮流了 到这个子女当中去住 那每次住到 每一副家的他 那些子女就跟他讲 爸你面积这么大了 你还有一半的财产呢 那个要早一点啊 分出来 早一点分出来 要不然你死了 怎么办呢 那爸爸去到这一副家 也是听这个孩子 这个女儿这么讲 那一家也是这么讲 九儿子也是这样 他的孩子跟女儿都答应他 爸你不用怕了 我们一定会养你到老的了 你把你的财富 分给出来 后来这个老人家想来想去 哎呀 子女都这么孝顺了 我就何必留这些财产 所以就把这些财产 感觉不分他完了 然后事情就来了 轮流去住 这个媳妇来到儿子的家 媳妇就跟他讲 爸你住很久了 你不是只有我这个媳妇 我这个儿子而已 你还有很多兄弟 为什么你不去那边住了 轮流去住每一家 每一家都是这样 每一家每一家都是这样 到最后这个老人家感到心非欲冷 当他有钱的时候 子女每一个都要他 当他没有钱的时候 每一个赶他 所以他觉得 不要离开这个家 想来想去 没有依靠 哎呀 要不然去实验里面做服务工作 还可以做一些体力的布施 就去实验做这个服务的工作 那实验做服务的工作 那有一天呢 他就跟这个实验的出家人讲 半天半天我想要出家可以吗 哎呀你不用出家了 你都这么老了 这个老人家想了 在家里孩子也不要 女儿也不要现在来寺院 连出家人也不要 哇他就很伤心了 那一天收拾了东西 就要离开这个寺院 刚好那天佛陀 在观察 哇这个老人家 他有机会真的阿罗汉 那天佛陀就出现在 他要走的那条路 就问他哎你要去哪里 试验都不需要我了 我离开了 他说不要紧不要紧你跟我来 然后佛陀就把他带回去试验 就问试验的那些比丘 他说 你们当中有谁受过这个老人家的恩惠 出了家 出了家 虽然年纪大 但是他不固执 蛇利佛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 叫他训练他 怎样训练他就依照蛇利佛的尊者 去做 最后呢 他终于震得了阿罗汉 所以 大家记得佛陀讲 即使你接受人家的一汤匙的饭 这个恩德你都要记得 那我们作为孩子的 作为 吃你的 我们接受我们父母亲多少汤匙的饭 是不完了 没百万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要牢牢记得 要持恩感恩 也要报恩 你不要埋怨了 我一生出来 我的爸爸 对我不好 我的妈妈对我不好 我告诉这些人 不要埋怨爸爸 不要埋怨妈妈 要埋怨的是你自己 你过去没有跟他绝好善缘的 你投身到他家里来 他就是不喜欢你 这个不适合他不照顾你 是因为你过去跟他绝了不善的缘的 明白吗 你假如没有过去跟他绝了不善的缘的 你生到他家里来 疼你都来不及了 所以你要怪也不要去怪他们 要怪怪自己 我们现在学了佛 我们明白 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他过去的因缘 即使你现在跟父母亲的感情不好 是因为过去的原因 那尝试而去改善这个因缘 明白吗 结要学习去打开 不要越旧越紧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你假如通过这个爱心去感化他 有一天他假如被你感化过去的夜宵了 你们之间的那个结打开了 改善不用再纠结下去 明白吗 所以我们作为人 要有这个良心 我们受人家的恩惠 不要忘记 特别是我们的父母亲 你作为佛教徒 你更应该知恩感恩跟保恩 所以老老记得 只要 我们曾经 有人对我们做出这个 对我们有这个恩的话呢 我们不要忘记 要常常惦念 我们假如做一个人 懂得知恩感恩 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 懂得知恩感恩 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和响 很响 对吗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现在当你的爸爸妈妈还在 他跟你住在一起 不要忘记 孝顺他 奉养他 佛陀在 因为这个 这个 Sigala Sutta Sigala Obada Sutta 里面 你讲得很清楚 父母亲呢 他曾经 能复养我们 扶养我们长大 当他老的时候 我们应该啊 奉养他们到老 作为鬼宝 这是第一件呢 作为 使你的责任 第二 父母亲呢 即使我们没有跟他一起住啊 但是有关他的家务 或是业务 或是其他的工作 我们应该协助他 帮助他 即使你跟他住在一起 都应该这样 不要讲 你搬出去住 要关心他 第三呢 作为子女 应该 维护家族的 优良传统跟名声 不要做出那些切得的东西 去败坏的家族的名声 第四 作为子女呢 应该在平行上 让自己呢 承担得起来继承父母亲的财富 第四呢 作为子女 对父母亲的责任就是 即使有一天 我们的父母亲去世了 我们应该祭拜他 或是回向功德给他 这是我们作为子女的责任 大家要老老记得 一个曾经照顾你从小 辛辛苦苦花了多少时间 精力 财力 精神在你身上的人 把你抚养大了之后 不要当他老了 就把他 抛弃 良心推不过 我们可以抛弃他们 将来你的子女也可以抛弃你 老老记得 因果 会循环的 当有一天 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那个滋味是怎么样 明白吗 当爸爸妈妈现在还在的话 做好你的责任 我们 佛陀讲 父母亲 是我们家里的 一片福田来的 你要 种福田 这么近的福田 你不种 你丢掉了 去别处种福田 找福田 不要去找 好了 你的福田在家里 就有两某福田给你种了 明白吗 所以老老记得 假如你善待你的父亲 善待你的母亲 天堂有你的份 不用怕 假如你亏待他们 抛弃他们 将来你会去到哪里 不知道 因果月报成熟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去承担 你抛弃你的父母 改次你一出生就被人家抛弃 有些孩子一出生就被人家抛弃 丢在垃圾桶里面 丢在草丛里面 为什么 肯定有他过去的意义的 你可以抛弃父母亲 可以抛弃父母 可以抛弃父亲抛弃父亲 将来人家也可以抛弃你的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 报纸登了 一个新闻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 我度了度很震撼 来自基隆坡的一对夫妇 也许他现在还有生命 也许现在会出现在这边吗 我不知道 你会出现在这边 你今天听到师父的 你要忏悔 他妈妈老了之后 他不喜欢妈妈 这个做媳妇的不喜欢婆婆 两夫妻呢 把爸爸妈妈呢 在去新山的动物园 骗他爸爸妈妈 骗他的妈妈说 妈你的亲戚在新山 要见你 要载你下去 妈妈就很高兴了 也许说孩子要带他 去见他很多年没有见过的朋友 就很高兴 坐孩子的车下来 媳妇陪伴伴伴一起来到新山 来到新山呢 他不是带他去见他的亲戚 把他带去动物园 然后 就在动物园逛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两夫妻就跟他妈妈讲 妈 现在要中午了 我们去买饭 你在动物园等我们 我们去买饭来给你吃 那个中猫猫的 就有一所真的 就在那个动物园 等到 动物园要关门了 那些管理人 看到一个老人家 还没有出去 还没有出去 就跟他 跟他讲 阿姨阿姨 所以他上海抹饭了 那嘟嘟了 那他跟动物园的管理人讲 我的孩子 中午出去说要买东西 你给我吃了 到现在我一直等 一直等等 没有看到他们回来 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 讲到这边就很担心 在那边哭泣 哭泣 动物园的管理人 看到他 听到他这么讲 也是很怕 真的他的子女 会不会出问题 就拿他的登记 问他住的地方在哪里 调查来调查去 原来他们两夫妇已经回到鸡萝卜了 把妈妈放在动物园 放生 放生 把他放在动物园里面 你看 惨不惨 假如有一天 你们也被人家放生 被子里放生在动物园 你们的心怎么想 后来这件事情 揭发出来 社会每个人都 抨击这一对夫妇 怎么可以把母亲放生到动物园去 良心 真的是没有良心 后来发现到他的家境也是很好 不是 家境不好 把母亲送去动物园放生 听了心很酸 假如你辛辛苦苦 为你的子女 一辈子把青春奉献在他们身上 当你老的时候 他送你去动物园放生 那个 有眼 哭到没有眼泪 真的是很可怜 世间的悲哀来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你的爸爸妈妈还在 基你的本分 去孝顺他 他曾经为你装出这么多封信的人 不要忘记他 你假如同的孝顺你的母亲 就像我的妈妈 懂得孝顺我的外公 我们看在眼内 小小就学习知道 爸爸对我们的恩德 所以当我妈妈老的时候 我们不屈不离 直到她离开那个世间 我才出了家 要不然假如她还没有时间 现在还在啊 我看我现在还不能够出家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 让大家可以发问一些问题 如果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 要对我们父母有最大的这个话文 要这么进行情整的讲 刚才不是讲佛陀有讲到五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爸爸妈妈 曾经抚养我们 辛辛苦苦 抚养我们长大 让我们去送教医 当他年纪大的时候 不要忘记奉养他 知道他老死 第二呢 其实他还没有死之前 你有跟他住在一起 或是没有跟他住在一起 有关他的家务方面 或是业务方面 或是工作方面 要替他减轻这个负担 因为一个人年纪大了 很多东西要做到 有心无力 我们要懂得关怀他 协助他 帮助他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就是 维护家族的优良传统 不要说一些 确定的事情 去败坏的家族的名声 这是第三项 第四项 假如父母亲 有这个产业的话 我们作为子女的 继承了她的产业 不要到我们的手就全部把她破到一如所所胜了 明白吗 有些父母亲留了一大笔财产了 到了子女的手中就完了 第四项 第四项 当父母亲真正去世了之后 不要忘记 懂得去拜她 或是回向功德给她 我现在发现了 我们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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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家庭都会供奉神主牌 对吗 我们的爸爸妈妈去世 我们的公公婆婆去世 我们都会设立这个神主牌在家里 每次看到神主牌 我小时候我是最清楚的 每次 每天晚上 我的妈妈就会跟我讲 晚上的要点香 拜神 要拜我们的祖先 点香 点念他们 我们晚上就点了三桌香 插在神 的炉里面 然后就三桌香 插在神主牌里面 中阴中介 我们都会祭拜这些祭品 给我们的祖先 祖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 我看看 我每次看到我的妈妈 就会 就这么说 历代的祖先 来吃饭 来吃饭 阿公阿嬷来吃饭 阿爸阿嬷来吃饭 祭拜这些东西 然后 叫他们来吃饭 这个站在佛教的立场 是很正确的 佛陀讲我们一个人 假如死了之后 不信落在鬼道 鬼道的众生是受寄 受寒的 没有食物吃 没有衣服穿的 所以我们呢 假如有祭拜这个食物 我们的父母亲能够吃到 假如你有念念他的名字 所以你那个保证你将来 死后你不要落在鬼道 我们都没有把握 对吗 我们今生也许没有做任何的不善的业 但是我们过去的任何不善的业 因他失而活命 就是你要靠他人来祭拜 你才可以得到吃 要不然你就要吃 他拉出来的粪便 他吐出来的痰 来维持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中国的先贤 他们设立这个神主牌 的确他们是很有智慧 第一让孩子们不要忘恩 受了恩惠不要忘恩 家里设立这个神主牌 我们每次在祭拜这些祖先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很好的榜样 给我们的子孙看 假如有一天你不幸你死了之后 多再饿鬼道你的子 你也会祭拜你 你也会得到食物吃 是明白吗 所以这也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死去的父母呢 我们不要忘记祭拜他 或是回向功德给他 当然这个祭拜跟回向功德 它还是有差别 祭拜呢 你祭拜一次他吃到一次 祭拜两次他吃到两次 他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那假如我们通过功德的回向 比如说你去试院 供养生团以食物或是以这个 夹杀来供养给神团 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 死去的亲人 他假如很无幸的落在鬼道的话 那假如他能够来接受功德的回向 当他接受功德的回向的时候 他能够升起很强的三星所 这个很强的三星所 有机会让这个鬼道的众生 处理这个鬼道往生到三道去 那假如他能够往生到三道去 他就不需要再接受这个净品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的父母亲 还在的时候 尽量做好这前四面 前五条件的 前四个条件 但是当母亲或是父亲已经去世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不要忘记祭拜他 不要忘记回向功德给他 好 谢谢真者的回答 详者这边还有两个问题 一个来的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政府自己面对内心缺点的恐惧 你有什么恐惧 讲出来听 我不知道你的恐惧是来自什么 恐惧有很多东西 恐惧老了没有人照顾 恐惧没有钱 恐惧丈夫要离开 恐惧孩子不孝顺 你哪方面的恐惧啊 好意思讲 好意思讲嘛 不好意思讲师父也无从回答 好意思讲师父也无从回答 请问者如果 ok的话 你有其他人出来 就证一下 好 有些人恐惧架不出去 也有 但是假如你要跟师父讲 我恐惧我讲不出去 不好意思 我就很难去回答你 好 这边有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初学佛者 应看哪一部佛教的经典 应先看谁翻译的 就是一个初学者 应该看哪一部佛教经典 然后要看谁翻译 要看谁翻译的 于目前这个权威来讲 这是皮革伯地翻译的 那个经章是最准确的 直到今天的 英文的 华文的直到今天 比较容易懂就是 香港一个居士 兴销的居士 他也有翻译这个经章 你们直连 他的那个诗言叫 直连净赦是吗 网上可以找到他的网站 那其次呢 那其次呢就是将 你们可以去选择你们所需要的 你们可以去选择你们所需要的 还有一个英文的叫做 Dharma in plain English Sutta in plain English 不是主加大翻译的 还有在网站 你叫 你的 Nata Sutta Sutta centre Sutta centre 他会出现 但是他的翻译不是很完整 只是某些 今天有翻译 某些今天他也没有翻译 看你是英文原流的 或是华文原流的 你都可以去找 现在要找资料 也要注意 网上的很多资料 很多资料都是非法的 你要找到正法的 听到那些非法的满头雾水 不是带你去天堂 是带你去荷兰 今天是关于父母的主题的话 让我想问 好像刚刚你说过 父母老了会像小孩子这样 很多脾气也是 过后我们身为孩子的话 要怎样去好像开导他 好像尤其他老了的时候 看到身边的朋友 有病有痛理事的话 他心情会被影响到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开导他 因为有时没有讲上几句是真的是被吵架 首先我们要知道了 一个人老了 他的那个吸引力衰退了 或是他有抑郁症了 或是他变得很孤僻 这是有些人老的这个现象 我们也不能够保证我们将来会不会这样 你要以将心比心 不是他要的 他现在变成像小孩子这样 他很多东西都跟以前的个性不一样 我没有体谅他 这是老的一种现象 老了就像小孩子 我们说吃老凡童 这句话已经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已经四五千年了 不是现在才有哦 吃老凡童啊 就是老人家吃老了就像小孩子 像我外公这样的 八十岁还要拿着钱子追我们来拔牙齿 拔牙齿 我们小时候我们小孩子不懂得骂他 我妈妈就体谅了 老人家不可以骂我们要尊重他 所以假如我们一个尊重的心 即使他变成小孩子 我们也要耐心了 内摆嘛 因为将来一天也许是我们是这样的 对吗 假如你能够常常怀着这样感恩的心 你就不会怪了 你以前也是不懂事吗 小孩子你也是什么东西要去拿来玩 他也是整天要守护在你身边 要教导你这个不可以碰 那个不可以碰 对吗 谢谢尊者持续的读答 应该也发到问题了 好 尊者还有第二个问题 手把戒时可以过五不时之后 旁白可以喝咖啡没啰 所以要避难喝 这个是不同传承的对建律的解释的不一样了 但是根据我们泰国达玛语 一般上日中过后啊 我们吃的那些饮品 食物当然是不可以用了 吃饮品可以可以用了 但是饮品也要看什么饮品呢 假如是食物性的饮品 我们不要去碰了 叫像卖楼 豆奶牛奶卖片 这些我们都没有用了 除非你有病 有病是特别允许的 好像或是你有吃什么药 你这个药会很强伤到你的胃 为了保护你的胃 你可以吃一包卖片 或是一包卖肉 然后这是有这个特别的开则 然后假如平时的话 我们是属于食物性 吃了会饱的 我们就不要去碰了 好 谢谢你们的 还有这个第三个问题是 在所发戒时若破了戒怎么办 判破什么戒 看戒有轻根有重 就要像人假如被人家打 打到半死还可以救回来 头假如砍断就救不回来 戒也是这样 一些戒犯的是很严重的话 那就很难了 当然八戒里面也有轻根重 看你翻来就要戒了 假如平时不是很严重的 我们就忏悔了重新吃手了 我村子好像提出说 我们我们的估计员 有些说建议说 所八戒的肚子饿 想喝的柠檬汁 可以消除那个饥饿感 柠檬汁不算是食品 柠檬汁不算了 但是只要你炸了之后 挤出它的汁 然后过滤一下 都可以吃 但是柠檬汁 是不是能够消除你的饥饿 我不知道 可能喝下去更饥饿 为什么这个泰国和尚 他们可以就是他们也持戒律 刚才我们是讲说这个感恩 父母感恩 为什么他们还可以是吃肉 吃什么 动物的肉 为什么你们还可以吃这样的东西 好 好 来 等一下 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们所认识的所谓的这种动物 就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的 刚才你所讲的感恩 恩重无散 但是我们还是会吃到它 那么我再理解一下你的感恩 可以可以 好 我坐这两次回去 随便 可以回去 可以回去 好 这个问题不是你今天才发问 师父出了家已经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也许接受的资讯是来自另一个传承的 所以我们认为出家人就应该吃素 不应该吃荤了 但是我们回归原始佛教 佛陀在世的时候 提伯达多也曾经建议过佛陀要素食 对吗 但是当时佛陀不答应提伯达多的要求 因为佛陀考量到 我们出家人呢 过着托波的生活 人家供养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我们以求一个接力 我们不能够要求祭司供养我们什么 假如我们去托波 我跟这位祭司说 我要吃这个 我要跟他讲 我要吃这个 人家会很反感 对吗 所以托波这个东西啊 在佛陀上面出现在这个世界了 印度就对这个宗教的导师都有供养 这个有出家人来托波他们就供养 他们能够拿到什么就拿来供养 不管是昏食或是素食 那佛陀成了佛了之后 他也照样过着出家人的生活 过着以托波为生 去到哪里 人家供养什么东西 他就接受什么东西 不能够做出任何的要求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 那假如我们要坚持要过着素食的生活 素食的生活 除非你自己主了 那出家人呢 假如我们牵着主 我告诉大家 有很大的弊病 我也曾经吃过 吃过素一段时间 在我出家的初期的第一年 我还没有出家之前 我就素食了两年 直到我出了家 以前我们在那个传承都 常常受到这样的灌输 你天天讲慈悲慈悲 那你吃肉吃悲嘛 那你吃肉吃悲嘛 我们以前也觉得对啊 你天天佛教讲慈悲吃悲 那你吃肉吃悲嘛 所以我出了家那一段时间 我也坚持 吃素了 那个时候我在学过了一段时间 我在另一个传承里面 一段时间我学不到什么东西 后来有泰国的师父来马来西亚红法 我去出道那个传承的法 我觉得很实用 他很注重教禅 我也去学习修禅 我觉得对我们生活上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后来我就决心了出了家 在这个传承里面去出了家 出了家了之后 第一年我住在青迈的那个圣灵 跟一个老师学厂 你们就知道 我住在青迈 跟那个三地民族 住在他们的村落里面 我们每天都要出来脱坡 你们都知道 泰国的出家人 人家供养什么 他就吃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我出了家 跟着这个师父 出来脱坡的时候 每天去脱坡的时候 都是人家供养的 都是昏食 都没有素食 所以每天 还没有出来脱坡的时候 我就很烦恼了 今天有人供养素食嘛 今天有人供养素食嘛 天天泡沫人家供养素食 但是每天出来都很失望 所以我也曾经想起一个念头 倒不如回去 回去马来西亚还有素食吃 要想到回去马来西亚有没有老师 交禅的 在泰国才有老师交禅 那去台湾呢 也许可以啦 也是有素食吃 但是真正的交禅的没有几个 所以那个时候就留在泰国 住了一段时间 每一天去脱坡的时候 我都很痛苦的 每一次都带着一个失望的心情回来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很冷 那些圣地民族 知道我们山上有几个出家人 他们都很发心 虽然那个村落只有五十多故人家而已 但是每一次都有十多故人家 常年累月 风雨不改 每天都在做故事供养的 就是那几家 那一年冬天 我跟同修们出来脱坡 他们早早就在那边 煮好了那个 蒸好了那个糯米 上帝民族他们是很贫穷的 他们的生活很不好过 我们出来脱坡的时候 他就早早在那边等 那一天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一个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大概是七十多八十岁 他在他路边等 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他手脱到那个蒸笼 把开那个盖 他的手 长连着那个浓雾 怎样洗都洗不清 就昂昂长长的 他就在那个蒸笼里面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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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一团糯米 放在我的锅里面 记住下来 他拿着那个食物 手还在抖 穿着那个绵翼 破破烂烂 他就把一包食物 放在我的锅 当他把这包食物 放在我的锅的时候 我一看 我的心沉下来 又是昏死 又是昏死 心情 很难接受 带着一颗称息 后来他不回去 晚上打坐时候 那个念头 那个片段 出现在我的意识里面 我问问自己 这个老人家 是你的 妈妈吗 不是 他是你的婆婆吗 不是 不是为什么 他要做布施公养 自问自答 因为他要做福田 我问问我自己 那你有福田给他种吗 回想一下 当时在他 带着一个虔诚 公军的心 把这一包食 放在我的锅里面 欢欢喜喜 我去带着一颗肮脏的心来接受他 充满着 青丝不满的心来接受他 我觉得 我配不起他的供养 人家一个清净的心来供养 我们去一个不清净的心来接受 我没有福田给他种 他把种子拨在一个很脾气的田里面 肯定不会长出任何的果实了 过后我很内疚 为什么我要坚持吃素 假如要坚持吃素的话 回去啦 回去又没有老师 那我要待在这边 后来我就决定了 跟我来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几个同修 他们都有吃素的倾向 我就跟他讲 要不然我们自己煮啦 大家都同意有好啊好啊 自己煮 那想到自己煮我们出家人是不可以抓钱的 不可以拿钱的要怎么办 没有钱想去买食物 没有食物想来煮 对吗 没有你这样煮 所以就想来想去 为了吃素这个原则 我们做变形啦 我叫我哥哥寄钱给我啦 钱寄过来啊 比丘的经历里面 比丘不可以抓钱 不可以用钱 钱过来我们抓钱了 要存钱了 存了有这个钱呢 每天呢 开始就叫居士帮我们买 没有去脱锅啦 叫居士去帮我们买这些菜 所需要的这些菜回来 那居士呢开始 他没有说什么啦 就帮我们买了 买了一个月了之后 我们就看到不对了 每次叫他买他的 那个脸色显给我们看哦 好像很不甘愿这样哦 你们这一班的出家人很麻烦的哦 人家住了这么久 活了这么久 人家 talk到什么就是什么 你们为什么这么麻烦 所以他就 显了个脸色给我们看 我们也会 我们也是人嘛 懂得看颜色的 使到对方不喜欢了 我们就是回来商量 他也许也觉得很烦了 每天要跟我们买这个 要买那个 他也自己有他的家庭要照顾 我们天天要麻烦他 要不然这样了 我们呢 一个礼拜买一次好吗 好好好 大家都同意哦 就叫他一次买一个礼拜的分量 买回来啊 你们知道我们买这些蔬菜啊 哪里有蔬菜能够顶一个礼拜的 很多上天就黄了 烂了 就有问题了 就要丢掉很多东西 想来想去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啊 他就在商量 没有我们去买一个冰厨了 买一个冰厨啊 可以储存这些食物啊 这些食物就不会坏了 买到冰厨回来啊 山上的寺院没有电了 要放在山下的寺院 寄在那边呢 每次呢 有去脱破的时候 回床的时候 拿了那个白饭了 然后啊 就去那边拿些素食来煮 我告诉大家 这个是经验堂 我们一个人 我们一个人 假如牵涉到煮啊 那个汤不会断 我们一个人牵涉到自己拿钱呢 就会想买我们要吃的东西 煮我们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讲去调味 最适合我们吃的东西 那我们买回来的食物啊 就自己煮了 煮了就自己吃了 觉得很开心啊 现在可以吃到素食 但是我们每天晚上都有静坐 静坐那个 片段就浮现起来 自问自答 你来泰国是为了素食 或是为了修行 自己讲 我是为了修行 那你为了修行呢 你却 修行得这么苦 因为我们天天吃的都是那几样菜 长期我们就缺乏营养了 有气无力 有气无力 不像你们在家人 你还可以啊 煮一些补品啊 来补充啊 我们是没有其他的补品了啊 天天吃啊 过雷菜 过雷菜 天天吃啊 那些 熬菜啊 那些 菜心啊 那些什么东西啊 都没有营养 将鱼子也不可以放 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放 就是清炒 连蒜米都不敢放 一路也不敢放 只有放姜青 也放那些盐而已 天天都是吃这样 吃的健康就有问题哦 哎 你是来修行或是来找蔬食啦 要吃蔬回去马来西亚啦 要吃蔬回去台湾啦 又不要 要 继续吃 那我们前生自己主啊 告诉你 有一次我静坐 静坐 想到 哎 很久没有吃到马来西亚的咖喱菜 泰国的咖喱菜啊 不好吃的 全部甜甜甜甜的 哇 咖喱菜啊 素食的咖喱菜好吃 想到要吃素食的咖喱菜啊 明天早早就去找那个鸡丝 帮我买这个 帮我买那个 帮我买叶酱 帮我买那个 甘蛋 甘蛋 帮我买 辅助 买回来 哇 自己高兴啊 自己煮咯 煮了啊 哎 吃到不够浓的 夹叶酱 夹叶酱 不够甜的 夹味精 夹味精 不够鲜的 夹圆 夹圆 那晚上在静坐的时候 哎 我来修行是增加我的贪 或是减弃我的贪 想来想去不是哦 我们是在增加我的贪 不是在减弃我的贪哦 为什么对吃这么执着 一定要这样 这样那样那样 我告诉大家 只要你有机会抓钱 你就不能够克制这个贪 你会买你最喜欢吃的猪 你最喜欢吃的 然后现在不是怒了一个 不是怒我们修行是为了去除我的贪嗔吃 但是在这些日子里面 我发现我并没有去除我的贪嗔吃 反而是增加我的执着跟贪嗔吃 所以我在那边坚持一年 有一天我们去一个家里的吉士收工 我跟我的同修出去他的家里收工 他的家是在另一个省份跟他去 他们家里了 煮了一大堆的食物来供养 我们两个出家人 我坐在那边看着食物 什么都不懂吃白饭而已 他的家人就这样 吃来吃来吃来 我就静静了 他的同修哥讲 跟他的亲人讲 他吃素啊 他没有吃荤 哎呀吃素啊 怎样煮啊 素食我们都不知道怎样煮咧 怎样煮啊 我们不会煮咧 他们看了也是很尴尬 我在吃白饭吃白饭 过后我的同修讲 你天天讲慈悲慈悲 你带给人家这么麻烦 你有慈悲吗 对哦 我们吃素的问题带给人家 他这么难啊 这么尴尬 他的内心就充满着 一个清净的心 虔诚公斤的心来供养 看到你不吃这些东西 他觉得很过意不起 所以我在云太国住了一段时间 很挣扎 很挣扎 我们住家人每次要送戒 一个月里面会送戒两次 每次送到那个戒 他会问 你有抓钱吗 有哦 他就讲了 他就讲了 假如你有违反 你要忏悔 你不忏悔就是讲骗话 在佛陀的真道上是不会进步的 哇 对了 那个心呢 整理掉下去 是啊 我们为了一个吃素的问题啊 去呢 庄达金钱 出家人不可以买卖的哦 你去买菜呢 也放弃了 买了菜呢 回来煮啊 也放弃了 我们出家人是不可以煮东西的 除非在战争 逃难的时候 你才可以自己煮 为什么佛陀不依赐我们煮 就是为了克制你这个痰 吃生的食物 吃不完我们储藏 储藏食物也是违反戒律 一个佛陀没有自己的戒律 要吃素 我们去坚持 导致我们破了很多佛陀自己的戒律 心就很不安哦 每次静坐的时候就想到 我犯了很多决 我吃钱 我出去买东西 我叫人家买东西 我买了回来煮 煮了我储藏起来 出不完我还各业拿来吃 出家人是不可以吃 留下来各业的食物 今天吃不完就要舍出去 吃不完就舍出去 佛陀为了这个戒律 是防止我们储藏这个食物 增加我们的汤 但是我们为了一个佛陀没有自定的戒律 是坚持 使得我们很多条件都破了 当我们犯了很多这个戒 我们的心就不安了 打坐啊 不是在修行啊 不是在看佛系了 一直讲的 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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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就不安 心就不安 心不安 将在修行上会增长 会成长 不可能的 所以 越想越不对 越想越不对 坚持了一点 到最后 为了走这条路 不要给这个心不安 我放弃这个素食的问题 那个时候啊 画一放下来 我讲 失败 失败 人家供养分食 我也接受 人家供养素食 我也接受 一颗无分别的心 接受一切人的供养 因为佛陀讲 当一个动物被宰杀的时候 它的肉就是属于四大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吃饭的时候 我们做幻想 我们今天脱海的食物 这些食物啊 吃了不是为了可口 不是为了美味 不是为了钟情 不是为了欢乐 吃了只是维持我们的身体 让它能够维持生存下去 以便能够统统饭喝的生活 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一点 我放下了 现在人家供养素食来 我也不会升起存心 人家供养分食来 我也不会升起存心 以前人家供养分食 我就升起存心 供养素食我就升起高兴 我天天还是这个 汉 汉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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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打转 现在死下了一切 我没有汉也没有汉 人家供养什么 就吃什么 我们吃了不是为了享受 吃了是为了能够过着 犯恨的生活 所以便找人解脱損失 明白吗 这一句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我跟你讲佛陀在世 佛陀去到哪里 人家供养什么都是吃什么 那是你接受另一个传承的教法 那我尊重你啊 你要吃顺 那你就去吃顺 我没有反对 你假如有这个条件 你周围在家去吃 你可以吃 我没有反对 因为我每天哪食物 我是哪些菜 但是现在要吃这个菜 能够保持健康也不一定 我曾经到菜园去他们种菜 他们种菜啊 你看看啊 他每天都要打药 一次打药就是十几种农药 摊在一起 今天假如价钱好 他昨天打了农药 今天就八了 就拿去卖了 你说现在真的吃素是保持健康呢 那不一定 所以我是尊重哪一个人 但是我们是依照佛陀的传统 佛陀怎样做 我们就怎样做 佛陀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 我相信你也公认 那佛陀既然不同意提佛达陀要求 圣团已经要吃素肯定有他的原因 那除非你是不尊敬佛陀了 你是尊敬提佛达陀啊 好了 因为这个是很敏感的东西 我先讲来讲了三感情 假如你要坚持素食的话 我尊重你 杀肚杀肚杀肚 但是我们出家人过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依照佛陀所教的 不要依照提佛达陀所教的 佛陀已经读给我们提佛达陀 掉进地狱了 你要跟哪一个有你选择 好了 已经六点十分了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 结束了 杀肚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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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肚杀